念佛感应路,七,一念佛往生,十一,愿生极乐日时念南非大宴宋西归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,我叫董小燕,广西贺州市平贵馆里屈阳头镇人。 我的奶奶黎翠珍,生前育有二儿四女,孙辈十四人,曾孙八人。 奶奶在村子里声望极高,一生与人未善,身体一直硬朗,晚年随儿女们在县城居住。 2014年3月30日,奶奶中风导致半身偏瘫。 5月下旬,我们有缘认识了何居士,她告诉我们要念佛。 我的姑姑便每天叫奶奶念南无阿弥陀佛时声,奶奶经常是边念边开怀大笑,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 两个多月后,竟可以下地走路了。 8月20日,奶奶再次中风,这回便全身瘫痪,不能言语。 直至往生前这段期间,每天都有人带她一起念佛,她虽然不能发声,但嘴唇跟祝佛号声在动。 9月13日早上三点,奶奶在家中病逝了。 我们上午联系了中山宏愿助念团给奶奶助念。 助念过程中,有阵阵莲花香味飘来,还有居士看到西方三圣用莲花接走了奶奶。 助念结束时,奶奶的身体柔软如眠,脸色百里透红,脸无皱纹,仿佛年轻了二十岁,一脸的祥和,微笑。 年幼的曾孙们都叫嚷住说,太奶奶又活过来了。 第二天出殡,按广西风俗,棺材要放在村子路中,行跪拜祭仪式。 众人跪拜敬酒时,空中忽然飞来一排大雁,在上空徘徊了三次,最后以人自行往西方飞去。 按照常理,大雁南飞才是,初并对五起行时,一群白鹿在空中飞翔,一直跟住队伍飞到墓地。 奶奶接触佛法只有几个月,不懂教理,念佛也不算多,却能殊胜往生。 这都是佛的愿力,真的是上进一行至十念,三念五念佛来迎。 我们家人素来不信佛,奶奶往生后,整个家族全部归信佛教了,甚至村子里的很多人也开始信佛念佛了。 董小燕2014年12月10日 董小燕2014年12月20日